在这道门,两道门中间,其实这道门呢,以前我们呢,开立法会,救人的时候呢,这道,外面这道门固然会关门,第二道门,大家看到这道门,大家看到这道门都会关门的 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间这个位呢,这个,这个,好像长方的位,究竟是一个立法会范围,还是不是范围啦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为了,因为现在呢,主要是建制派出席这个会议,如果你要凑够三十几人呢,三十五人呢,其实是非常之艰难的 那大家怎样可以,就是利用,譬如开会,有刚才三十五个人,怎样确保会议室救人呢,大家就去问个被施署 那我们就知道呢,现在就说这个范围呢,都是立法会的范围来的 那所以,自从我们澄清了之后呢,其实这道门呢,现在是开了的 就是变了呢,被施署可以看到呢,有没有语言在那个位置 那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位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就是说,比较隐蔽一些,又不会吵到呢,其他语言的开会 那但是,也可以达到呢,会以足够人数这个目标 那所以呢,我称之为呢,是抗拉布工作区 那这就变成了,语言的紧急电话啊,或者是有些什么要紧急商量呢 都可以在这个会 那所以,昨天有议员是说,不够人数的时候呢,代主席就说,其实是够的 那其实这个基础就在这里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那个真相啦 那我想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呢,你在这里,在这里 或者大家商谈,讲电话,有没有骚扰到会呢,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那如果你觉得他骚扰你,你就向主席投诉咯,那就处理咯 但是,如果你纯化点人数呢,其实是没问题的 因为已经确认了,我相信他们有看过这些图呢 认为这个位呢,就是立法会会议室的范围 立法会议室的范围,这么有办法 看不看我现在吃饭? 好啊 一档范围,一档奶茶 对吧 啊,又会现在才想到这条发达好巧的 早知是这样,射的人不用投诉围园那么贵 个年宵档直接摆这些就算了 不过某某这些丐帮出身的,又哪有这么聪明呢 全靠建制派啟发的 我数了,就两个在那里聊天就算了 我们两个是在议事厅里面 你坐在那里,你给我主持会议好不好 结果这个门口位,冯慎慎的当了会议厅的一部分 议员只要不出第二道门都算在值 当时有份躲在那里的陈健波,还将这个位证明 我称这个地区是抗拉布工作区 有些紧急的电话都可以在这里听 要不然你想错了那么久 在九个字,我们还没有休息的时候 自由时间就变得不太好 哦,原来开会真的这么辛苦你们了吗 这个位置真的要好好善用 看脚什么都可以,睡觉都可以,看床 一只脚在里面,一只在外面,我是阴阳人 哇,不要再说了,按脚这些真是想着舒服死 再这样搞下去,立法会大楼变商场都可以 长毛说,建制派平时会喝汤,煮剧都没出声 叫曾主席尽快交代,议会是否可以这么放肆 两个人在议事厅里面,请你坐下来 那我就走出来,我在这里 如果你离开座位,那我站在座开会 梁国弘議員,请你回回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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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弘議員,我请你回回座位 梁国弘議員,你可不可以坐下来 你坐在這裏,讓我主持會議好嗎? 梁國雄議員,我再警告你 梁國雄議員,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 梁國雄議員,我沒有叫你講話,你再不閉嘴,坐在這裏,我就會命令你開議事廳 梁國雄議員,這是最後警告 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石禮謙議員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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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